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得着和级语》 在以赛亚书来说,我们由第一章讲到神的子民的背叛 第六章《以赛亚被呼召》 而神就跟以赛亚说 你今天要跟我的子民劝喻他们 我跟你说明他们是没有听你说的 第七章,我们再回看 王非常不听话 他宁愿去找其他外邦的国家来依靠 然后第八、第九、第十 都是讲这个神的子民那种败坏 以赛亚书到现在为止 如果大家看十二章 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阿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那里第二次出现的 第一次出现,耶和华阿就是第六章那里 就是讲到神呼召以赛亚那时候 以赛亚就是跟神讲 第十二章,现在以赛亚又是跟神讲 但是语调就非常不同了 第六章那里,是看见以赛亚自己的败坏 人看不到自己的败坏,很难侍奉神的 第二,但是这里来说 以赛亚书比较少的 第十二章,只有六节圣经而已 这六节的圣经 和前面我们讲过神的子民那种败坏很不同 第十二章今天跟大家讲是一个很正面 甚至好像十一章那样讲过未来 各位,今天我们看经文之后六节 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到第三节 和或者第四节的上半部 是讲到神的子民 你和我和神的关系的亲密 第四节下半部第六节 是讲到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 我们应该去怎么回报神 这六节圣经很简单的,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背景就是 由第一章起码到第十章 其实看到人性的败坏 也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听神话 但是第十二章那里就讲到 神成为我们的倚靠 而我们应该去怎么报答神 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二 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叫 得着和给予 也提醒各位 正如刚才祈祷那里讲到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得着很多东西 但是耶稣基督也吩咐我们教会和整体 诗比秀更为有福 诗比秀更为有福 甚至不是有信仰 有基督信仰的人 他们都懂得这句说话 我自己在电视看过了 香港的时候 因为这句说话 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 引用耶稣基督讲的 就是说我们 吸语 不单止是得着 更加是吸语 我们很快进入我们今天得着 我们得着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以彩亚诗》 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在镜头的面前 我们一起学习读神的话语 希望今天 我上个礼拜提醒各位 今天是一个崇拜 希望大家的衣着 我们向神不是那么随便 起码都有个体统 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 到那日 你必说 耶和说 我要清借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 你的怒气却已转烧 你又安慰了我 各位你看看这句圣经 那里有一句说话叫清借 而这句清借在第四节 那里也是说清借 清借原本的意思 不是多谢上帝 是赞美的意思 各位跟大家讲过 其实在圣经那里 赞美和清借是两回事 不过我们看诗篇 很多时候 诗篇就把赞美和感谢放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混淆 清借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说我们多谢上帝 上帝为我们以前做过事情 很多的行动 令到我们多谢 特别在十月尾 譬如年会 祈祷会 那里 夜 end 那里 很多弟兄姊妹说感谢 那里见证 感恩 但清借不是这样的意思 清借就是 你对神有一种特性 祂的爱 祂的信实 祂的等等 你只是说你是爱 我赞美你 你放在祂的特性那里 这个就是清借 这句说话叫赞美 祂的赞美是什么呢 你曾经向我发怒 你的子民发怒 但是神的你的怒气已经转消 各位弟兄姊妹 这里讲到 其实今天一篇信息 主要第十二章来说 要忠于原本的意思 这里讲到 以赛亚被圣灵感动摇指导 一个尼赛亚国度 未来的国度 什么叫尼赛亚呢 尼赛亚这个字很特别 是一个希伯来文 希腊圣经译希伯来文 就译了它叫Christ 基督 什么叫基督呢 大家很熟悉 耶稣基督 基督耶稣 其实基督的字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尼赛亚原本是一个受高者 因为以前以色列的民族 多一个人作王的时候 神的仆人就将高纳 所以大胃就被高纳 就是那些油一滴了 他的头 这是一个礼仪 也就是说 尼赛亚自己本身是君王 这里十二章就是说到 未来君王的角度 也都是说到我们耶稣基督日后 在他当完全作王的时候 但是我自己看一篇信息 第一到第六节 不单止这样 可以看到尼赛亚角度 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有一本书 挺有趣的 书名我被他吸引了就买了 他说有五十个原因 耶稣要拯救我们 当然了 他不会说到我们人 如何值得神拯救 因为人在神面前一文不值 他说了五十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神的怒气 被耶稣基督 他用英文字叫absorb 这本书的作者 是现在美国很有份量的 很多大会训练 讲完这个人 叫John Piper 他那本书的书名叫 Fifty reasons why Jesus came to die 五十个原因 真是很厉害 我逐个逐个看 其中一个我引用他 他就是说到 就是怒气这个字 怒气这个字 跟我们好像很遥远 不是的 John Piper说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 他用英文字absorb 吸收 耶稣基督吸收了 应该神在我们的愤怒 耶稣基督吸收了 他用一个字叫wrath W-R-A-T-H 不是Anger 请大家留意 wrath这个字 不是生气那么简单 直接是愤怒 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过 人离开神 神主动来去找人 但是神不可以 好像我们看那些戏 或者人 职回功德 功过相抵 或者法律 不负外乎人情 所以 于是 人那么可爱 神就一笔勾销 神不可以这样做 也很难想像 法官看到你的样子 伤得好微好貌 你撞死的人 开车 有世人症 或者你走 带好青年 不可以的 可能法官很同情你和我 但是因为法官要秉承公义 于是法官一定要按法律来定罪 神就是这样 但是神又很爱世人 于是猜派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镜头面前的弟兄姊妹 这个大家很熟 我们重温我们的信仰 但是如果在镜头面前的 或者你是被邀请的 或者你是有兴趣的 你不认识我 我都不认识你 未必认识你 以后就未知 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基督信仰的要义 就是说 有一位神 我们人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有很特别 你留心听下去 我们到今天我们讲到下半部 我们会播出一位弟兄的见证 你听到他的声音 够了 我们将他的照片在这里 其中有一点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他就讲出了什么叫罪 我上个礼拜和大家讲罪的意思 你不用杀人放火 你的心里面有怒气 你不喜欢人 或者那个人 你很justify 一万个原因 他应该不对 其实你生气 其实在神的眼中 你已经犯罪了 因为耶稣基督说的 你杀人之前 你一定有动机 神是看我们的动机 你不要无缘无故去杀人 如果我们是生气 生怒怒 恨人家 在神的眼中 我们等于已经是杀人一样 但是 这是一个罪 但是今天一会和大家 买一买告白 一位弟兄去那里讲到 其实 他信了耶稣不是很久 一会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会信耶稣 但是他反而 就好像国语说 就讲中那个点子 就是症状缺效 他就说什么叫犯罪 犯罪就是一个人 目中无神 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不是selfish self是自私 是self center 神做人 是希望人倚靠他 神也是赐福给人 但是人 自己以为自己是可以的 所以离开了神 这个就叫自我中心 这个就是犯罪 既然犯了罪 神就是一个法官公义的法官 于是乎他就要审判 审判就要刑罚 但是神很爱世人 所以猜派的儿子耶稣 在十字架 大家看不看到下一句 第一到十一章 起码到十章 是讲到人那种败坏 而十二章那里 以赛亚有神灵感动 他说我称借你 因为你的怒气已经转消 这里令我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一句说话 大家一起读一读加拉太书第3章13节 特别是最后一句 我们一起读一读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作 就负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作 因为经上记着说 凡瓜在木头上都是被咒作的 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 将一个人挂在木头 吊在那棵树那里 经文就是说 因为这个人犯罪有罪 所以有罪的人 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个人 大家所以就明白了 那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为什么犹太人快快去 将他从十字架拿下来 通常十字架是没有那么开心的 为什么呢 他故意将你和我挂在十字架那里 几日 有些人身体强壮又不能死 不死得不是代表好 不死得天上的酌料 刮你的眼珠是有气的 那你每一次钉十字架那时 你整身那百多磅的力 就像你两个掌心和你的脚那样 但是你和他要呼气 于是乎每次我们一呼气 我们整个身就上升了 噴上来又降低 那你想想你现在坐在镜头面前 我想你的脈搏很温馨 现在不是跑完步的 做完运动的 但是我想你 其实你和我不觉的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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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十字架那种不同 很conscious 很醒觉 因为你如果不休息 你会死的 于是你吸进去 整个人升高 但是你不要忘记 那三点的伤口很痛 那十字架的懲罰 十字架其实是波斯人发明的 罗马人将它推到美好的境界 完美境界 越来越来越 就是杀了一颈白 这句说话就是说 那时候犹太人不是钉十字架 就在木头上面 而这个偏偏就是应验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John Piper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那里absorb 吸了神对我们的愤怒 因为我们人犯罪 以致谁信耶稣的能够得永胜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 所以有资格代替我们人 去一个完全的人 代替我们接受这个刑罚 但是耶稣基督也是神自己 他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待会大家听到那位男士 你叫韩先生或者韩弟兄 对不起是郑先生 郑弟兄 他一会讲到 就是当他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听错 三小福 三小宝 有三位基督徒我们教会的神感动 向他和他看传福音 当他信耶稣那一刻 耶稣在挂在木头上 disabsorption那种愤怒 就发生在郑弟兄的身上 于是乎呢 郑弟兄的罪得到赦免神 刺不如永生 我还记得 这里他没有说的了 我告诉你 因为我有机会 十一月去他的家和他施洗 我觉得他当然很开心 他还用现代的科技 什么WhatsApp 什么Facetime 香港时间晚上 这儿九点多 那时 起码十四五个小时 香港我还听到他的亲友 我相信有些是没有基督信仰 一起透过这些现代科技 就看他的灑例 非常美好的见证 下一幕麻烦 第一句说话 我引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九节 这个红色字 大家看清楚 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按日期为罪人死 下一句 我们还作仇敌的时候 人有犯罪就是与神隔开 就与神为仇 但是 且借着神而止的死 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 就与神和好 当然是和好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吸收 absorb 完全背起神的愤怒 那个 effect 那个影响 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第一 我们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二节 第一和第二节 请大家留意 在原文来说 是一个单数 在第三到第四节 第六节 那是一个双数 就是说 第一到第二节 或者第三节的口吻 是 这个以赛亚书的先知 是他或者他的子民和神那种关系 但是第一和第二节很个人 看个人 我们就看第二节 第二节更加可以落实到我们基督徒生活上面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 好吗 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第一节目 初初 我想 Kalgary 到三月初 三月四日 还是很安全的 但三月五日 现在经常见那位女士 Hinshaw 正式公布 Kalgary 应该是全亚省第一个 确定的C-19例子出现 接着急转直下 初初我们看的 是不是 一月二十几日 武汉封城 现在武汉都开了 昨天看新闻 有些叫正面的 BC 可能就放松了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疫情 可以说对我们的生活 是完全 起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甚至疫情初的时候 我和有些人说 他们在那里笑 新闻说到 其实在疫情 如果很多人在家 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推测家暴 domestic violence 可能会增加 现在正应验了 那 其实不言而遇 前天我参加一个 宣教机构的祈祷会 那 负责人就向我们 分享 就是世界上那些 就是华人 就是不同的地方 有些地方 因为去那些 那些华僑 是开店 就是小本生意 那问题是 现在的疫情感 很多小本生意 暂时要关门大吉 那问题来了 疫情之前 我们都觉得很忙 我认识各位 大家都很忙 但是现在的疫情 就将我们 grounded 就是将我们 放在家 甚至我知道 有些省份 甚至有些地区 甚至不鼓励大家 游车可 上几个礼拜 还听过弟兄 我不下车 我不受感染 游车可 我不知道警察怎么执行 总之 你最好在家 于是 平时我们忙忙忙 你在一个疫情那里 有两件事做的 就是A餐 B餐 A餐 你和我把握这个机会 来反省我们的人生 否则疫情过去了 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 更加是珍惜一下 我们和神的关系 可能神就藉着疫情 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是solid 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事 但在马太福音24章 就说到这个世界 只会变好 就不会变坏 因为耶稣基督回来之前 人心 世界 大自然 有很多个问题 第二个选择 就是在家中自由奔放 什么是自由奔放 叫辛苦 一直stressful 甚至有家暴 他说 可能平时太忙 两夫妻都顶着店铺 或者你和我 现在很多伤绩 甚至臭小孩 homemake 问题来了 现在在家 那 就是 屋楼 兼逢夜雨 甚至呢 如果你失业 那你心情就不是那么好的 有些就变成了 帝兄姐妹 就变成了part time 那你没办法的 公司都很生意 那你怎么出你的份量呢 那有些就lay off了 那平时呢 你没有机会和家人坐在那儿 那现在呢 很容易呢 就将我们平时隐隐埋埋埋 对对方的不满 就爆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 家庭的问题 那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如果你是畜生以待呢 因为疫情过了呢 我继续呢 我去安排我的快乐的人生 那我为你感谢圣帝了 你真的很 很腐足 但是疫情也都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条件 可能两份工变成一份工 又或者你现在很多的彷徨等等 的小孩又不知何时服货 我自己 那些专家又推测 何时完 有些专家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过 甚至这一种病 会长留在人间 那我不知道那些专家怎么推测 我喜欢一个看球的人 现在意大利和英超 就不断把他们的开赛 不断推后 本来意大利说五月头 现在推到五月尾 五月尾又要六月 那就是推得后 那现在日本 甚至昨天看新闻那里 讲到奥连巴勒世运会那里 他说本来呢 东京的运会是延迟的 现在甚至他放风呢 就说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价 那日本人就真的一颗眼泪了 因为他们这次正如用中国大陆的字眼 他们拼了血本 希望这次奥运能够全国上下齐心 以至overturn经济 现在人算不如天算 那各位 这一句很紧要的 刚才我跟大家说 以错雅头神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的倚靠他 看下一句 那这句说话 你看清看错 因为耶和说是我力量 是我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其实这句说话 不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 这句说话是千多年前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去到红海边神施行奇迹 让他那百多万的子民起码了 一路过了红海去到另一边 神将那些水关上去 打败了法老那些战车 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 原文是同一句说话 耶和说是我力量 是我师哥 是我请教 一模一样 很有意思 即是说什么呢 神不是赐给我们的力量 神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我相信各位 你唱诗歌的就是五眉黑水 诗歌其实就是喜乐的意思 神也成为我们的拯救 我相信这句说话 今天神赐给我们 已唱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其实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 无论是疫情 或者是疫情过去 耶和说也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诗歌 是我们的拯救 我看过一个见证 有一个女士很有爱心 她好像现在 很多愿来愿意发觉是这样 你有没有孩子 也有这样做的 就是领养一个小孩子 当然过来人就说 领养的孩子最好就是宝宝领养 因为和你一起成长 我亲眼见过 如果你三岁的孩子 起码三岁领养 其实你有一点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小孩子三岁 那千多天 在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我们有一位讲完 吴振志牧师前几年来 他说个见证 他也是领养过一个小孩的 这个小孩发觉很有问题 因为差不多是teenage 领养过那十多年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个小孩是令他很头痛 有一个真人真事差不多 就是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夫妇 他领养了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他想着爱心 就是爱心感动他 原来一个世界 爱心未必感动到人 他发觉这个小孩 其实呢 特别是十二岁 其实十二岁开始 我们叫teenager开始 其实已经很老问题 就算自己争生的那些 就是要assert他的independence 何况是一个和你毫无血缘的 你也不知道他过十二年发生什么 可以发觉这个男孩 对人充满一种不信任 或者敌事 你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的 可能一间孤儿园 去另一间孤儿园 受过什么 哪一种类型的侵犯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你和他的眼神 看到这个女性就说 充满了很多bitterness 的苦劫 或者仇恨 他经常领养那个男孩 经常在家和他搞对抗 不是拼嘴拼舌 这么简单 我们的小孩就叫他拼嘴拼舌 他很希望他家和谐 谁不想 但是问题就是 既然你凭爱心 你要接受事实 有一日 总之这个小孩不和他顶撞 不和他斗气 他就发觉他家很平安 很喜乐 他就求神 赐给他平安 但是神就没有改变环境 那你当然 你也不知道以前是什么的 是怎么经历过什么 其实这个男孩是一个受害人 但是问题就是 他的那些东西 就慢慢浮出来 他怎么会相信你 你可能另外一个 可能对他虐待 是人 有一天神感动他 不如这样 你很喜欢快乐 很喜欢内心和平 不如先看看圣经 这个姐妹回到圣经 特别在新药那里 他发觉一件事 大家 我不知道你今天 你家中有没有喜乐 平安 还是你的心很不平安 他就发觉一件事 原来在新药 起码新药 或者旧药来说 很多时候说到喜乐 不是环境的 大部分经文去观看 喜乐每一次出现 是与神有关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 圣诞过去没有多久 甚至是牧羊人 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我将一个大喜的信息告诉你 路加福音第二章 因为有一个救主为万民而生 这个是associate神的耶稣 另外大家很熟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约翰福音十五章说 你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里面 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 你就不能结果子 但是如果你住在我里面 耶稣 我就住在你里面 于是你就结果子 我的话语在里面 你的祈祷就得到 福第十一节 那里差不多可以说 一个结论 就是说 你的喜乐就得满足 这位姊妹慢慢在神面前 看神的话语 她慢慢明白一件事 原来她的快乐 喜乐 不是建计在这个小孩 改不改变 听不听话 她的心里面的平安和平 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 突然有一天叫客气点 和她合作点 哇 哈利路亚 今天我就喜乐 No 她原来发掘一件事 原来什么叫是耶华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拯救 是源于我们愿意 依靠上帝 她无论她的环境 如何改变 有疫情没有疫情也好 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愿意依靠她 那这位姊妹得到很大的平安 她也明白到 面对明天 我甚至看过一部电影 如果真的搞到这样 就很大件事 又是类似 因为现在很多adoption 这些领养修养是很普遍 甚至那个妈妈 就已经将 领养的儿子二十多岁 我相信 是演戏而已 如果你演戏 看 你和我共鸣 当然在一些意识生活 有的 如果在作故事 那些傻子 哪里都这样 看到人们和我共鸣 就是什么 赶了那个小孩 那不是小孩 二十多岁 那个男孩 来不早就回家 有一次两母子又吵架 你猜又怎样呢 那个小孩 在街边收起垃圾桶 真是 不是我们Calgary 有三个交筒 你想想以前 就是铁桶那些 他拿起垃圾桶 兜垃圾桶 扔 他妈妈 那些玻璃 整个垃圾桶 飞了 那些人家的垃圾 飞了 整厅都是 哇 我不知道 如果那是你的亲生子 你怎样想法 但是无论如何 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一个见证 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喜乐 喜乐是一个盼望 你既然有一个盼望 锁定在耶稣的身上 你只会有快乐轻松的心态 否则 你和我经常被环境影响 是不是 一会儿那位见证 郑弟兄说到 是一个身体上的问题 你有疫情过去 不代表你身体会好 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 人都差不多 或者甚至是年轻 有很多突然其来的 我们身世都控制不了 这个不是疫情 有没有疫情都会发生的 甚至你的工作 你的家人 有些你在远方的亲戚 譬如我 我也有些亲戚在纽约 他们不觉得有事 可能在那里 不能走 于是接受了 但是我们会担心 但是担心我们又做不到 其实 神已经将他的话语 赐给我们 他可以做 你和我都可以做 就是看回圣经 你现在比较多的时候 在家里 是不是 你每天灌气 我不想按煲 比较灌 那个字 天天在上网看电影 看以前的弟兄说 煲 一灌 就是这样倒下去 你看得多 你都麻木 不如看神的话语 以备将来更好 好 下一幕 我刚才说过 一模一样 耶和华系 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诚 我请入 一千多年之前 摩西写的出埃及记有讲 神的灵感动以赛雅 可能以赛雅是引用出埃及记有好 神或者神的灵感动去写也好 内容的气氛 气质是一模一样的 神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诗歌 就是我们的喜乐 这个拯救 不单止是 我们说的servation 救恩 亦都是我们生活上 神平日 如何帮助我们 或者是帮助你的家人 有时候和弟兄姐妹接触 神所谓的赐福 未必赐福在你身上的 或者你在远方的小孩 或者亲人 神如何帮助他 经过难关 就是这个拯救 于是乎十二章第三节 就是一句大家 比较熟悉的说话 你们必从救恩的全员取水 请大家留意 第三节那里 其实 以赛雅用了一个重数开始 即是说第一和第二节 可以说这个人和神的个别甜蜜的关系 但是接着就是一个群体来说 这句说话令我想到 圣经上 约翰方第七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那句说话 我用回我们基督徒来说 什么叫水呢 水可能对我们加拿大人 没有什么反应 例如我现在口渴 对不起 喝一口 特别加拿大那么多河和湖的地方 水对我们来说 只不过是生活其中一个点滴 但是在圣经的背景就完全不同 因为近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水是很宝贵的 是不是 水在旧约来说 通常是说到神的恩典和封性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这里说什么呢 节期就是住棚节的末日 就是最后一日 以色列有三大节期 住棚节是纪念到神当日在抗野四十年间 带领以色列人的恩典 另外一个很重要 可能大家更加熟 因为刚刚过了復活节 叫余月节 余月节就是纪念神 将他的子民图埃及带出来 这个直接说到耶稣基督的未来救恩 另外一个就是五秦节 住棚节不单是说到四十年 纪念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 其实住棚节也是瑶子 第二天这位救主他们的那位 君王尼赛亚来临那种洁净 所以他总是用水的 末日有人说七日有人说八日 但是无论七日或者八日 总之就是住棚节最大日子 好物尋归底 耶稣基督站起来高声说 耶稣基督讲有背景的 因为住棚节那些犹太人的男人 他们一年一定要守这些节日去耶路撒冷 到最后那天祭司就从一个水池叫西罗亚水池 后来耶稣基督的样方第九节 这个盲人祭那里 他用水 即是用一个圣的器皿 那些祭司就进入圣殿的坛那里 就有一个银盘 这个银盘很有 你们想想银盘 那这样的私事就拿到我们面前了 那这些私事 或者祭司 就把水倒到银盘那里 好了银盘 原来银盘有小孔的 于是乎水倒到之后 那些水就在小孔流出来 这一方面就是纪念到当日摩西 那些以色列人在吵烟巴批 抗野没有水喝 摩西就打了一个石头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神迹 那如果你今天去到后院 找你的拐掌打到石头那里 那当然没有水出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那亦都说到 预表 将来神猜派这位尼赛阿救主 来将以色列人 在异族的统治那里带出来 这就是水的意思 但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解释 最后一天耶稣基督 即是那些祭司在倒水 或者水流出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站在那里 各位 犹太人的拉臂 通常就坐在那里讲话 人就站在那里听 如果拉臂站得起来 即是说拉臂将会说些很重要的说话 耶稣基督就说了 如果人口渴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喝水 即是说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被你暂时的不口渴 老实说 有钱 有权力 有家庭 有儿女之爱 子孙的福气 这些是美好的 当然有些犯罪了 如果不美好的 你也不会去继续喝 但是耶稣基督说 这些是不会永远令你止渴的 他说 你离我这里来喝水 因为信我的人 好像圣经那里讲 从他的福中要流出 活水干何来 福的意思 就不是说你的小福 福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的inner being 就是我们人里面主要的心 那个中心 这个说话 如果你看到39节 耶稣基督说圣灵 就是说什么呢 第一 如果你人生 找了几十年 一会儿弟兄会说到 你真的似曾相识 不要说了 等他说了 不是 你们不会听 就是这样奋斗 但是 我们所谓什么都有的时候 或者缺分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满足 但是耶稣说 你要真正得到一个满足 生命灵魂得到满足 你就要来到我那里 你信我 不单止得到永生的确具 更加有丰盛的生命 而这个丰盛的生命 会结出很多美丽的丰盛的人生 包括我们整天所说的 圣灵的果子 不单止这样 他很有意思的 他说有流出来的活水江河 一条河和一个湖最大的不同 就是湖是不出口的 当然有秘密出口 一条河最大的和湖的分别 就是河是串流不息的 所以我们教会的异象 整天我们说 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我们教会成为一条生命的河流 我们在上面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断地学习要长进 你摘一张纸 摘一张船在这条河那里 你明天回来去了那里 因为这条河是有活动的 就是说我们每一位 弟兄姊妹成西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个异象 就是在这条河里面 我们的生命是要长进 明天比今天好 但同样就是这里讲到 不单止耶稣基督说 从福中要流出活水江河出来 就是说我们不单止一个被人看到我们有改变 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流出来 不只是在我们的福中 我们是要跟其他人分享的 下一幕了 于是乎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节那里是说什么呢 到哪一日你们要说 看不见 在整体的 第一 我们要清正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求过他的名 这个是代表 他这个民族 和神那种关系甜蜜 不过第四节下半节就是说 我们这个民族 要将耶和华的美善行事 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就是叫做 得着与诗语 下一个呢 现在你在镜头面前 之前我们就播出来 这位郑弟兄 郑先生 郑感杰先生 他和大家有五分钟的 说出去的心声 好 麻烦 感谢主 安排我郑感杰 今天来到城西堂 亲自做一个简短的见证 在去年10月28日 感谢我们的三小福 Conny Tuesday 和Diane姐妹 鼓励我和太太 于当晚决志 更多得Pastor Team 和蔣牧师 因为我当时的身体状况 而特事特办 在去年11月13日晚 在我家 运我进行水泥 讲到身体状况 又要特事特办 大家都应该估到 是什么的一回事 没错 我在去年5月中 确诊末期胆管癌 这样我是不是因为 生癌症而信耶稣的呢 我不敢说 完全没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将会讲的两大原因 在我未讲 为什么我信之前 我先讲讲 我为什么不信 其实我第一次决志 是在1982至83年间 但是在这几十年来 我没有真真正正 去认识主耶稣 原因跟圣洪甘地的想法一样 就是我不抗拒基督教 只不过是我不喜欢基督徒 今天我知道我大错特错 因为我们信的是 至高无上的神 而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任何人 至于为什么我信耶稣 都除了因为我生癌症之外 在过去的两三年 无论发生在我的工作 事业 朋友 和亲人之间的事 都给我很大的启示 要了解我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启示 就要追溯到 我在香港六十年代成长的过程 当时生活艰难 只要我努力 凡事都有可能 甚至可以改变命运 结果呢 在几年前 帮了一个朋友 找到工作 间接或直接 就令我失去工作 在人人都不看好的生意 我就偏偏愁蜂满住 更扬言要打破中医 针灸业的困局 要推行中西合医 结果突然身怀绝症 最讽刺的是 在过去将近一年间 我亲身体验到 西医对我的病 一开始就放弃治疗 和中医到后期的束手无策 多得一众弟兄姊妹 亲朋戚友 为我不断祈祷 在去年十一月 我的腹水开始恶化的时候 在神美妙的安排之下 突然间收到肿瘤科医生 亲自打来的电话 很惊讶我的黄胆改善很多 并愿意为我进行化疗 化疗期间 但我仍然接受中医的护理 真正体验到中西合医 连肿瘤科医生和中医师 都认为我身体很转 是很神奇 甚至是奇迹 日后我这个病 能不能够医好 绝对是神的旨意 这个启示很清楚 人其实是很渺小的 但是偏偏犯了一个 很普遍的大罪 就是自我忠心 目中无神 最后我用以下的经文 来总结今天的见证 我门得救是本乎因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忽所书第二章 第八至九节 感谢主 多谢大家 人是很渺小的 是自我忠心的 是目中无神的 刚刚第二节讲 我要依靠他 不要惧怕 因为他是我力量 是我诗歌 是我拯救 这句话是可以今天 神向我们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提醒 其实我们基督徒 很多时候都自我忠心 你有没有留意 其实这句话的提醒我们 其实再将我们今天的视野 从人的方面 我们那里 放回神的身上 有一次有一个 类似的福音训练营 有十几二十人 有大学生 有基督徒 等等 于是说完就挑战他们了 你可不可以说一说 什么是拯救一年福音 于是有二十五到五十个建议 于是说完就归纳成为以下几点 以下这几点 我读给大家听很快 我相信也是我们承西堂以前 今天和明日存在的目的 是什么呢 我们要使人归属基督 刚才我说我们教会的 我们在这里 疫情而已 不代表我们教会不前进 nonsense 就是我们冬眠 不是这样的 我刚才和大家说我们教会 如果有人问你 为了承西环宣道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是好像什么 一条河流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很长进 我们继续去传人的生命讯息 如果有人说你 你教会做什么 存在的目的 这个使命是什么 使人归属基督 然后跟随基督 成为一个耶稣 忠心跟随的门徒 日夜的生活 听他说 既然是全阳基督 什么是全阳基督 大家留意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那归纳是什么 第一很容易 第一人是有罪的 第二 神爱世界上的人 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他们 在十字架里 absorb我们的罪 第三 耶稣基督愿意进入 每一个人的生命 好像刚才 在十月尾那里 这位郑感杰先生 或者郑感杰弟兄 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人生的主宰 他愿意悔改 于是乎 他就做了神 接受了之后 做了神的儿女 今天 他在做的了情 我们不知道 神在他和你和我 人生的计划是怎样 但肯定一样东西就是 第一 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第二 在我们的人生里 如果我们愿意听 从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就会过着一个很丰盛的生活 最后那道经文 今天说完了 其实第五和第六节 丙承第四节 就是说 我们要向耶华唱歌 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时要抱存天下 第六节 当阳声欢呼 我记得有一间宣道会 其中一位主日牧师 就是这间宣道会 应该现在 差不多七十年了 这间教会 大概现在只有三到四个主日牧师 最新的一个 刚刚上任 没多久 今年年头 曾经有一位主日牧师 他说过这间教会 为什么 有一间教会 在一个街坊 就是刚才 郑感杰都说 似曾相识 我们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不是现在这样的 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个个真的要熬的 是不是 曾经说 街坊的时间 成为一间几千人的宣道会 对世界上很有影响力 其中一位主日牧师 他说过一间礼拜堂 蒙福几个因素 第一 请大家留意 今天下周 有团计要开会 他说 不同意见 在里面可以有 但是 这间教会 这么多年 从未演变过商争 人很有趣 讲事 变成讲人 大家可以 团契 掌执会 可以保持意见的不同 意见全部一样 才不正常 坦白说 是吧 集思广益 他说从来未试过演变成为商争 第二 这间教会 在对外的学习师 比受更为有福 一直以来是好 有宣道会的DNA 好注重在社区的传福音和海外 所以他说 就是因为第一 是内部保持意见不同 但是和谐 这是每一个作决定的 弟兄姊妹要做的 第二 他们有词比受更为有福 不单止在传福音宣教那里下力量 更加在经费那里不断增加 所以这间教会 这么多年去摸到神的心 就成为接受神很多的恩典 也都是成为神 对周围的环境 赐福的出口 有直行 有海外宣教士 有不停的 有神学生 献身奉献 这就是神所谓神赐福的教会 所以大家 那位承西堂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学习 对内我们所持的什么态度 是否意气用事 或者有时火 火不火禄 或者是对外的 我们要保持一个态度 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神赐福得给那间教会 亦都可以赐福给我们 因为这个就是神赐福的 Universal 能够应用的原则 我们低头祈祷 师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有见证 个人的见证 有在圣经上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不单止得着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诗歌 你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更加要学习 不单止得你的拯救 我们更加要学习 施比受更为有福 伯伯那里从你而来 我们伯伯去施语 以至你更加一种伯伯的福气 赐给我们教会 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 求你帮助我们 奉基督救主耶稣名其求 阿们